其实是六国大风向了 因为你要这个问题呢 问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答案 比如说你去年9月问我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有7个不同的分派 到11月的时候就变成4个分派 到1月的时候就变成6个分派 到现在2月多的时候 又可能回去了8个分派这样子 所以是因时间而定 因为政治人物在这一种 比较不肯定的窘境之下呢 他们比较不会曲线自己的发展范围 于中心 对某个人物的中心 他们都是看自己本身 和自己后面的人的利益 作为大前提而着 而思考自己要怎样去安排 所以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那一个催化季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催化事件 就是上1月的巫统大 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 所以这个是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安华穆沙 结顾了 而委任这一个阿玛马兹兰 成为所谓的 Secretary General 从秘书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 证明了什么呢? 其实没有证明什么 就说这个人跟我不同的地位了 刚才智峰你说巫统分了很多派系出来吗? 然后媒体失败吗? 其实现在来说呢 那一个派系的维持度 有flapping的 一所同时有 是这两派的 就我拿一个很简单例子说 这个凯莉扎 露丁 凯莉 她是哪一派呢? 马尔萨布里又是哪一派呢?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只要是那个情况允许的话 他们都会跟随党的指示而走 所以你很难从单一的行为看得出来 他们到底是跟随着哪一个派系 但总体来说呢 我不以人来分派 我以形式来分派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巫统不分解派 也就是我怎么说 只要到巫统会分解 我就不要去 这一派系 你就会看到很多那一些 比较保守一点的巫统党员 第二个就是 有哪一些的这一派? 就好像西山木丁 西山木丁这样子 我不要出生 只要是党不会溃掉 我就不要去 然后政府又不会垮台 我就不要去惹事情 专心的做我的部长就好了 所以你就看西山木丁会 很少谈及政治的事情 凯里也是一样 凯里就说了一句 主要是党叫我辞职 我就辞职了 但是党没有叫我辞职 我就辞职了 但是我在里面里是会说什么呢 我们外面的人就不大清楚 只能传菜的才子而已 这个就是他们的处事方式 这个就是安稳派了 就不要乱就好了 因为目前的事情 怎样都好 只要是一分个对我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静观期待派 静观期待派就是所谓的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自封这个书立主席 都卖这样子 不出声 看行就是如何看谁跟谁在一起 然后再放一点photo op 在社交媒体告诉说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不是朋友之类类似的东西 第三就是所谓的那一些 等部集派了 媒体就把它说quad cluster 我就说其实不是quad cluster 因为很多不是quad cluster的人 都有加入这个阵 等部集派了 你们答应的东西都做不到 你们跟我们之前讲好的东西 我所谓的你们就是政府 其实不只是quad case而已 因为比如说前首相纳吉 他说过了我不要那个 只要the case to be carried on in a fair manner 他就跟这个 登顾Adnan和Zaid Hamidi的讲法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前首相纳吉 纳入这一个quad cluster 就比较有点不对啊 那个名字 他只是等部集派了 我现在I want to see it now 答应过我这种事情 答应了什么呢 大家各有所持 总之他们的那个集派就是 因为你不carry out your promise 所以我等部集派了 整体上是unfriend 整体上是unfriend 是unfriend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不可以传财的地步了 是很明显的是unfriend 因为巫统下面的人 刚才我说的四大派里面 最大的阵营就是 你看这个三角形 下面有基层马来人 这有胆瓜勾的基层马来人 这一点基层呢 最有影响力的 还是那些等部集派 所以等部集派说我要抽身了 然后这一般人就觉得说 嗯抽身了 而且他们的narrative 他们的用词也 也撬到好处 他们就以这一个 Extension 以这一个沙巴周旋过后 呃 冠状病毒的那一个个案 飙神的情况啊 来浅政府说 哦 你已经fail了 官 呃 不能为人民带来任何福祉了 应该要接下来 主办一个大选 或者是让我们自己比较能干 然后会弄那人上去 而且呃 这一些被煽动的呃 人民呢 也开始比较火热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因为其实是呃 不相影响的事情啦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呃 人民就会觉得呃 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觉 当人民觉得有水深火热的感觉的时候 就会觉得要找一个地方出奇 这时候马来人就会 其实不是马来人啦 人 人民就会这样子 就会把矛头指向政府啦 所以我觉得呃 呃 这一个三角形的马来人 金字塔里面呢 继承了 而那一个呃 这一个所谓的等部集派呢 已经占了首多数了 只是我们冠冠冠乏